唐纳德·特朗普在受伤几小时后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 当他在宾夕法尼亚周八特勒向支持者发表演讲时 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幼儿上部 这位正在寻求重返白宫的前总统表示 当他听到SOSO的声音并感觉到子弹撕裂皮肤时 他立刻知道出了问题 美国特勤局表示 当时特工们包围了特朗普并迅速将他代理讲台 特勤局确认企图刺杀者从集会场地外的高处开了多枪 已被特勤局人员击毙 特勤局证实一名观众被杀另有两人重伤 美国总统乔拜登表示 全国必须共同谴责所发生的事件 三位美国前总统小布什·比尔克·林顿和巴拉克·奥巴马 以及众多世界领导人也谴责了这次枪击事件 并对特朗普未受众伤表示宽慰 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华盛顿报导